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光學儀器 我們會講一些放大鏡啦 顯微鏡啊望遠鏡啊照相機啊還有可愛的眼睛啊 第一個講放大鏡 放大鏡其實不用教了 為什麼不用教呢 因為放大鏡就是突透鏡 放大鏡就是突透鏡 所以所有過去叫你學會突透鏡的成像 都在放大鏡再次出現完全一樣 你平常用發音看到什麼像 你平常看到什麼像 正理倒立 你正立放大摔角 放大很好 根據前面所學放大鏡要成正立放大像 那表示東西要放在哪裡咧 哪裡才會形成一個正立放大像咧 可愛的 可愛的35號有嗎 就是睡覺的那一位咧 八號 幹嘛 你在幹嘛 八號 二號 起來 幾例 放大鏡就是突透鏡 突透鏡要成正立放大像放哪裡 五、四、三、二、一、再見 所以正常使用放大鏡 東西都是放在放大鏡的焦點內 這叫正常使用 你當然也可以不正常使用 不正常使用 你想要看到縮小像怎麼辦 這個有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生活經驗你要怎麼拿嗎 你怎麼可以看到縮小 很好有人講的 就是那句話 你們半面有36對不對 Number 34 34 34 放哪裡 坐下啊你幹嘛啦 前面那個大哥說拿怎樣一點 好了啦 多遠 焦點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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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不是焦點壞 兩位焦點壞 這是我們前面要你學過的突透鏡的成像 然後叫成像 OK 好所以這叫放大鏡 放大鏡很簡單 就突透鏡 所有都是隨便學過的東西 然後呢 你用放大鏡看東西的時候 你不管看到 我們有前面跟著什麼銅側 什麼異側見大 銅側見小有沒有 所以東西有在跟鏡子 物體跟鏡子 有跟物體不同邊跟同一邊的 可是你看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在另外一邊 有沒有在物體的那邊 跟你人不在同一邊 那是因為你有大腦的關係 那個是因為你有大腦的關係 你的大腦要告訴你東西會在哪裡 那個不是真的實際的成像的位置 不是實際的成像的位置 OK 現在叫望遠鏡 望遠鏡 望遠鏡有很多種 我們教的是 單筒的天文望遠鏡 所以基本上它會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可是看天顛倒沒有關係 你不能賞鳥的時候看那個殺到顛倒的鳥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不一樣 看天沒有關係 反過來就倒過來看就好 照片翻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 還有所謂的折射式跟反射式 這叫做折射式 靠光的折射 有一個目鏡跟物鏡 所以兩片凸透鏡 我們看的是遠處的星星 所以一定都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一定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它會成為一個倒立縮小的石像 它會成為一個倒立縮小石像 然後這個像就變成目鏡的物 然後呢 把這個目鏡的物 所以這個像就變成物 好 所以東西離我很遠 一定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根據前面所學 它會成一個倒立縮小的石像 那麼這個倒立縮小的石像 就變成目鏡 就是靠眼鏡這邊的目鏡的物 然後呢 把它放在它的焦點內 靠近焦點的地方 越靠近焦點的像就會 越大 它會成為一個正立放大虛像 前面先倒立 倒立完再正立 最後還是怎麼樣 最後還是什麼 倒立 最後還是倒立 所以我說上下會顛倒 左右會相反 不過看天沒有關係 所以叫做焦點內 成正立放大虛像 成正立放大虛像 可以嗎 好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放大的虛像 然後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摺射式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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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遠鏡還有一些別的問題 高中可能會教可能會提 就上高中再講 我們國中就沒有 它有一些別的問題 別的狀況 還有算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都是以後的事 都是以後的事情 反射式望遠鏡 就是它有靠反射 它有個平面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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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呈45度 然後遠處的有個光 打到凹面鏡 我們講過凹面鏡 我們講過凹面鏡有什麼特點 要把光線匯去對不對 然後打到鏡子上面 然後再反射過去 所以無限光平行光入射 經過凹面鏡 反射要匯去到焦點那邊 打到鏡子上 鏡子再反射進到目鏡 然後目鏡上 再利用目鏡把它放大 在目鏡上放大 最後成為一個放大像 最後成為一個放大像 OK?好